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刚从家乡来到克拉科夫的德国企业家 奥斯卡辛德勒 身材高大,相貌英俊 举止风流倜傥 他出手阔绰 在各种社交场合慷慨地请德国军官们喝酒 给他们出钱买陪酒小姐 借此机会打通关系 与他们结交 看得出他很擅长这些 谁不愿意土豪做朋友呢 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从中选出24人 组成委员会 帮助被集中到该城的犹太人解决住宿膳食 分配劳役和排解纷争等问题 这时辛德勒来到登记处 找到一名曾在厨具工厂当过会计 名叫斯泰恩的犹太人 辛德勒有意买下那家经营不善的厨具工厂 来生产使用器皿来供应军需 发一把战争材 于是他雇佣了斯泰恩 当下的会计师和助手来管理工厂 辛德勒则负责公司的公关与宣传 1941年3月20日 是迁入犹太区的最后期限 纳粹强制犹太人迁着该区 从千上万的犹太人背景离乡 搬至克拉科夫 住在仅有16条街的方圆里 多个家庭挤在狭小 破旧的房间中委屈求全 辛德勒想买下厨具工厂 可他的钱不够 于是在斯泰恩的引荐下 他找到犹太人的投资商 让他们投钱买工厂 作为回报 辛德勒每月会返还给他们厨具 虽然这马卖并不划算 但犹太人投资商们 现在被困在犹太区无法经商 只能以物换物 他们也只好同意了 资金筹备到位 辛德勒成功买下了工厂 党卫均规定 雇佣犹太技术工人 每天工资7马克 其他工种和女工 每天5马克 但必须直接全部 付给政府财政部门 犹太人自己一分钱都得不到 而波兰工人工资要更高 于是在斯泰恩的建议下 价格便宜的犹太人 成了辛德勒的招工对象 招工处人头攒动 由于工厂区设在犹太区外 上工的时候可以与波兰人换取生活物资 报名者络绎不绝 斯泰恩努力帮同胞们安排工作 还暗中伪造了各种技工资格证书 给那些不具备进场条件的教师和音乐家 以躲避一杯抄上黑名单 被德军推上卡车送走的恶欲 不会操作 没关系 会有人手把手的知道你如何制作这些堂瓷器皿 辛德勒四处送礼 打点那些德国军官 顺利与军方签约 工厂生产出来的军需用品直接供给军方 很快就开始盈利了 辛德勒很感谢尽职尽责帮忙的会计师兼助手斯坦 可身为犹太人的斯坦 觉得这个唯利是图的德国商人没什么好感 所以他并没给辛德勒什么好脸色 这一天 以为叫鲁因斯坦的犹太独臂老工人 来向辛德勒当面致谢 他说自己差点被党卫军打死 很感谢辛德勒的工厂救了自己 辛德勒没想到 斯坦竟然把没胳膊的老人都招进来了 有点不高兴的称怪他 某天上工途中 工人们被德国军队截停 强制清扫鸡血 这年迈的鲁因斯坦只有一条胳膊 便不由分说的将他拉出来 残忍的当众击毙 损失了工人 辛德勒气愤的找德军交涉 党卫军高级军官却根本不当回事 让辛德勒尽管写信投诉 这一天 因万代工作证 斯坦恩与许多犹太人一起被送上了西天的火车 辛德勒得知后火速赶往车站 机智的斥责德国军官 军官见辛德勒理直气壮的样子 估计他来头不小 折得命人将火车截停 辛德勒找到斯坦恩 总算把他保了下来 车站旁边的仓库中马放着堆积如山的行李 眼镜 鞋子 奢侈品 照片 以及手表 手势 看来 这确实是辆开往西天的火车 这一天 党卫军司令官阿蒙来到犹太区 他将在此常驻 负责处理 安置犹太人 他想找个犹太女子当自己的庸人 最终选择了相貌清秀的海伦服侍自己 一名曾在米兰大学主修工程的女孩 好心指证房子的地基造错 却被性格乖利的阿蒙 下令当场击毙 实在太恐怖了 1943年3月13日 党卫军开着军车 带着城裙的狼狗 进入了犹太区 经到丰盛的犹太人民 将贵重的首饰藏到面包中 吞进肚子里 死也不把银子留给他们 扣拉科夫的犹太人 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党卫军 见一个杀一个 连小孩都不放过 医院的病人 被同胞们提前灌下毒药 含笑离世 以免遭受枪弹的折磨 男友女左各站一排 无数对夫妻被强行分开 一时间哭声一片 逃跑的人们被截住 集体枪杀 和情妇骑马归来的 辛德勒驻足小山坡 眼前的一切 令她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一名红衣小女孩 在人群中穿行 仿佛预示着 黑暗之中的一线希望 情妇实在看不下去了 哽咽着叫辛德勒离开 眼看着红衣女孩 跑到一间空房 藏了起来 无数名犹太人 在这次屠杀中失去生命 克拉科夫失衡遍野 幸存下来的犹太人 被带到普拉少夫集中营 强制劳动 以杀人取勒的阿蒙 站在楼底玩起了游戏 端起狙击枪 将身体不适 坐着休息的女人 一一狙杀 党卫军司令官阿蒙 想让辛德勒 把工厂牵到集中营里 便于军方管理 辛德勒却不想受人掌控 想让自己的工厂独立运转 阿蒙婉短的问他要好处 辛德勒自然心领神患 表示只要司令大人能鼎力相助 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 于是阿蒙同意了 辛德勒自己的工厂顺利建成 工人们复工了 但这里唯独去了斯坦 原来阿蒙怕辛德勒偷摸赚大钱 给自己分的少 并将斯坦软禁在自己的集中营里 命他盯紧辛德勒的账户 这一天辛德勒来到普拉少夫集中营 趁机和斯坦见了面 刻进职守的斯坦 叮嘱辛德勒 回去后别忘了给党卫军高官 及家属的生日送礼 还必须按时孝敬财政部和军需局的人 等等 辛德勒听得头都大了 阿蒙看管的普拉少夫集中营里 有个金属厂 这间阿蒙想精简一下人口 随便找了个由头 想触觉这个老人 但关键时候枪却出了问题 一连试了数次都卡格 就连换枪都不行 看来是天意 老人暂时活了下来 但老人仍然不安全 再次见面后 善良的斯坦对辛德勒说了此事 于是辛德勒贿赂了其中营里的会计 将这位老人救出 安置在自己的工厂里 之后 在斯坦的安排下 辛德勒又相继救出一名男孩 以及一对年迈的老夫妇 在德军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日子里 他的工厂成了一部分犹太人的避难所 这一天 辛德勒带到地下室 看望阿蒙的女佣海伦 顺便带了些吃的给他 海伦向他诉苦 说自己亲眼看到嗜血成性的阿蒙 滥杀无辜的犹太人 自己到这儿的第一天 阿蒙就对自己施暴 他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辛德勒安慰海伦 他是不会伤害你的 因为他喜欢你 当晚阿蒙喝多了 辛德勒劝他 我们不该毫无节制的乱杀人 所谓的权利 是当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去杀车 但我们却不这么做 古代帝王都是这么做的 您是个慈爱者 于是被戴了高帽的阿蒙 觉得有道理 次日饶恕了一个 上宫时吸烟的女人 还宽恕了自己 那笨手笨脚的庸人小男孩 或许他觉得 这些人不懂得感恩 亦或是感觉自己这么做很傻 他又恢复了本性 将小男孩残忍射杀 这天辛德勒庆祝生日时 阿蒙却发疯一般坦伦施暴 原因应该是 他为自己喜欢上一个犹太女孩 感到矛盾吧 辛德勒吹灭了生日蛋糕 并亲吻了身边的每个女人 这时工厂里的犹太姑娘 带着一个犹太女孩 捧着他们自制的蛋糕 代表全体工人祝她生日快乐 辛德勒接过蛋糕 毫不犹豫的同样亲吻了他俩 并对犹太工人们表示感谢 殊不知这件事情 却种下了祸根 这一天 又有一批匈牙利的犹太人 被火车送来 广播中下达着 所有活着的犹太人 立刻到广场集合的命令 阿蒙下令 把有病的犹太人全部消灭掉 体弱的人 上了年纪的老人 被强制在操场上跑圈 身体健康的人才能活下去 听说要脱衣检查身体 女人们纷纷挑破手指挤出血 涂在脸上 嘴唇上来增加血色 孩子们也纷纷被送上卡车 不知情的他们 还以为送他们回家 和自己的父母招着小手 部分聪明的孩子意识到危险 偷偷逃跑 藏在地板下 甚至是奇少无比的奋驰之中 站台上 待在闷罐车里的犹太人 承受着烈日的炙烤 口渴难忍 不停喊着 水 水 新德洛建议弄来消防水管 用水管投朝那些犹太人喷洒 以此取洛 于是阿蒙兴致盎然地 吩咐士兵赵作 犹太人纷纷张大嘴巴 迎接着生命之权 但水管不够长 为了照顾到后车厢的人 新德洛甚至命人去取工厂 及自己家中的水管 这些肆意狂笑的军官们 绝对不会想到 好心的新德洛 是真的在帮他们解渴 这时 盖士太宝 逮捕了新德洛 罪名是 违反了总图 及重新安置法令 只因他在生日当晚 亲吻了那位 送蛋糕的犹太姑娘 利益共同体阿蒙 向盖士太宝 头子解释 并为新德洛说情 用钱解决了问题 新德洛受到一份 口头警告后 获得保释 1944年4月 在克拉科夫及普拉绍夫犹太人居住区中 被杀害的犹太人已超过一万 整座城市中 到处飘散着烟灰 阿蒙奉上级之命 挖出早已埋葬的尸体焚化 下时间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 上级下达命令 剩下的犹太人 要统统运往奥斯维先级中游 工厂也得关闭 阿蒙也没辙 新德洛后然看到 之前那名红衣小女孩 也变成了一具尸体 眼看工厂已难以为继 斯坦也将被一起松往集中营 新德洛要求阿蒙给斯坦特别关照 合作要终止了 斯坦感受到了新德洛内心的变化 对他的看法 从之前的鄙视到现在的真实 两人举杯对眼 一行热泪从斯坦的脸上滑落 然而新德洛并没有走 他带着满满几皮箱的钱 再次找到阿蒙 说要买下自己的工人 阿蒙认为 新德洛下这么大本 肯定是想谋取更大的利益 新德洛则将计就计 这样我不需要再重新训练工人 而且对军队也有利 我要生产军火 阿蒙猜不透 新德洛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新德洛直接让阿蒛开架 说吧 你认为一条命值多少钱 工厂的办公室里 新德洛一只接一只的吸着烟 面相就在打字的斯坦恩口售着名单 他留下了全部儿童 他拯救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 多一个 再多一个 每一条生命 他都会付钱给阿蒙 他甚至不在乎自己会因此而倾家荡产 开立的名单越来越多 斯坦恩捧着打出的长长名单 充满感激的对新德洛说 这份名单代表着至善 这份名单就是生命 名单的最后一页有个空白的名额 那是留给阿蒙的犹太女佣海伦的 阿蒙不肯将她交给新德洛 他表示不会送她去吉东洋 他又带海伦一起去维也纳生活 新德洛提醒他 这是不可能的 阿蒙也只是随便说说 说自己宁可带海伦去树林秘密枪决 在金钱的诱惑下 阿蒙妥协了 以14800马克的价格 将海伦卖给了新德洛 名单上的犹太人逐渴到广场登过季后 将用火车分男女两批 送往捷克的斯维塔为 布林利兹军火工厂所在地 新德洛给先机到达的犹太男人们吃定心玩 告诉他们 载着妇女的列车已离开了普拉少夫 很快也将抵达这里 然而 这人载着妇女的列车却出了插错 居然开到了奥斯维新急动摇 下车后 这群可怜的犹太女人 妄的烟筒中冒出的滚滚浓烟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妇女们被强制剃掉头发 脱光衣服进行淋浴消毒 传说中可怕的毒气 终于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吗 人们一片惊恐 还好 喷头开启后 喷出的确是水 心急如焚的新德洛感到恶苏为新 像集中营头子要回自己的工人 这位看起来是块硬骨头 但在钻石的诱惑下 他还是松了头 接受了贿赂的头目 想用另外三百人替换 新德洛当然不同意了 他坚持叫自己的人 头目只得同意了 妇女们终于再次登上列车 赶往布林利兹与男人们团聚 德国士兵擅自做主 想把孩子们扣下 关键时刻 新德洛再次出手相救 忽悠他们 若没有这些小手 我怎么替点四五口径的 弹壳的内侧抛光 你告诉告诉我 没啥文化的德国士兵 只好放行了 经过新德洛的不懈努力 妇女们终于赶来了 新德洛向德军士兵言辞声明 不允许他们开枪 伤害自己军火工厂的犹太工人 警卫也不能进入工厂车间 当然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新德洛又要破费了 某天 斯坦向新德洛汇报 工厂生产的炮弹质量 全部不合格 这样不但赚不到钱 恐怕还会遭到军方的起诉 其实 这是新德洛故意为之 他不想成为战争的帮凶 不想让自己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杀人 就这样整整七个月 新德洛的军火工厂 没有生产出一件可用的武器弹样 而他自己却要花费数百万马克 维持工人的生计 对德国政府官员行贿 新德洛就算有座金山 也顶不住这么脏 他终于破产了 与此同时传来了好消息 德国终于无条件投降了 新德洛开心的向全场工人宣布 明天大家都可以开始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了 你们当中很多人曾亲自谢我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你们自己 感谢你们大无畏的斯坦 还有那些在时刻面对死亡威胁时 要默默照顾彼此的人 我是一个纳粹党员 一个军火制造商 一个奴役劳工的奸商 一个罪犯 今晚十二点 你们将获得自由 而我将会被追捕 随后 信任了劝阻首场的德军士兵 放下武器回家 别再充当纳粹的贵子手了 士兵们垂头悄然离去 随后 新德洛提议 为纪念无数被杀害的受害者同胞默哀三分钟 牧师念着道词 全场一片肃静 为了感谢新德洛 工人主动拔掉自己的金牙 将其融化 打造成一个质朴的戒指 临别前 新德洛不忘吩咐斯坦 把场里的所有布料 福特加 香烟等剩余物资 全部分给工人们 之前 曾被新德洛从阿蒙的金属工厂救出的老人 献上一封信 上面有所有事情的解释 以及所有工人的签名 他能帮新德洛脱罪 斯坦送出刚刚打造的戒指 上面用西伯来文刻了一句犹太经文 拯救一条生命 即拯救了全世界 新德洛激动的双手颤抖 将戒指掉到地上 与老友四手相握 哽咽着说 我 我本可以救更多人的 面对语无伦次的新德洛 斯坦摇摇头 这一千一百名犹太人 都是因为你才保住了性命 新德洛仍在哭着自责 若不是我浪费了太多钱 本可以 我本可以卖掉这辆车 再多换十条人命 这枚纯金别质 还能救两个人 我明明可以这么做的 而我 却没有这样做 不 你已经做的足够多了 换作别人 能有几个能像你这样做呢 为了安慰与感谢新德洛 工人纷纷围过来抱住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新德洛走了 人们纷纷面向他去的方向 久久的尾随着 目送他这尽头 不久后 一名苏联军官骑马赶来 解放了这些坐在原地等候的一千一百名犹太工人 终于可以回家了 杀人无数 残暴的阿蒙 也因其在战争中的暴行被处以绞刑 1958年 新德洛获得耶鲁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所颁赠的正义勋章 并获邀在正义大道上种植了一棵小树 此树至今仍在那里生长着 终于告别了黑暗时代 走向了光明 1974年10月9日 新德洛去世 他被以天祖教方式 安葬在家乡的滋围塔吉尔山上 每年都有许多许多幸存的犹太人 集结后代来到他的墓碑前祭奠 感谢他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做出的至善至举 新德洛的名单 是一部由斯皮尔伯格指导的电影 在豆瓣上有42万人给出了平均9.4的高分 一举拿下了1994年的七项奥斯卡大奖 他的拍摄过程很坎坷 从传记到电影 历经30余年才拍摄而成 剧组在拍摄期间共雇佣了3万名临时演员 其中儿童演员全都是新德洛犹太人的后代 扮演幸存者的演员 也都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 能驾驭这么大的场面 如此之多的演员 将片子拍得如此真实 感人 令人看后发自内心的厌恶战争 敬佩这些在战争中互相扶持 帮助的人 斯皮尔伯格真是位伟大的导演 这部片子的意义 对人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部已给我差点错过的电影 只因它是黑白片 而且长达三个多小时 所以一直没有勾起我播放的欲望 索杏之前以为酷爱战争片的同事 向我极力推荐 我才将它从我的影片库中提前放出 看完后 我暗自庆幸自己的英明决定 看这部片子的过程 更像是带自己的心灵经受一次洗礼 起初 新德洛只是名为利是图的商人 从他一开始结交德国军官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他处事圆滑 深暗云结交之道 在自己的钱不够 便想到 找深陷淋域的犹太投资家们借机圣诞 用生产出来的产品按月返还之错 这简直就是个无本万利的生意 实在是精明透顶 新德洛的转变 一方面是受斯坦的影响 他看到斯坦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在职权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 去帮助同胞中那些老人 孩子 知识分子 他不傻 起初只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毕竟他需要斯坦尔的帮助 但每天耳辱目然 亲身体会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对自己的感激 看到他们遭受枪杀时的惨状 新德洛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渐渐的 他与这些工人产生了感情 到后来 他已经拿犹太人当成亲人一样看待了 不然在生日那天 他就不会当着那么多德国军官 想都没想就去亲吻他们了 可想而知 当新德洛看到这些犹太人 以及自己工厂的工人受到迫害时 他心里有多难受 除了斯坦尔的感化 另一方面还是源于新德洛内心中那份善 战争之中 谁不想明哲保身呢 何必去招惹那些军官 党卫军 将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呢 好容易挣来的钱 却要全部搭进去 用来救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试问有谁能做的 但新德洛就是做到了 虽然宇哥觉得 如果没有斯坦的辅佐 新德洛可能不会这么做 但如果换一个人 就算有斯坦的辅佐 他也不会这么做 闲臣固然重要 但真正决定自己怎么做的 还是一个人的内心 阿蒙我就不多说了 他视人命如草剑 以杀人为乐 但新德洛的谏言 他也曾一度听进去了 总感觉他的心智极不成熟 像是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迷失自我 被权力 金钱 鲜血蒙住双眼的人 如果他在身边 能多些像新德洛这样善良的人 也许不会这样吧 但话要说回来 如果他真像新德洛那样善良 估计他也坐不到那个位子了 影片的最后一幕 当新德洛没拿本戒指掉到地上 当新德洛说 自己本可以卖掉车 别人 再多救几个人时 宇哥情不自禁的泪奔了 影片中有交代 新德洛在这次投资之前 以及之后的投资中都失败了 究其原因 宇哥觉得 他可能真的是太容易 与工人产生感情了 如此善良的人 也许真的不适合经商吧 但他的人性绝对是最美的 新德洛的善举 值得每一个人的尊敬 你们的每一个小小善举 也都会激励 感染身边的人共行善举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 宇哥希望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虽然这部片子有点老 虽然它只是一部黑白片 虽然它足足有三个多小时 但宇哥还是要强烈推荐给你们 推荐给所有没看过他的朋友 我相信 他一定会震撼到你们的心灵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宇哥拜谢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谢谢大家